我的工作是在東京安永 我也有兩份工作 一份是在東京安永 做那個inclusive finance 那另外一塊的工作 其實就是在替 日本的政府還有大型銀行 做地方創生 跟其他數位化轉型 所以今天跟你不到一個小時的 談話內容要分成三塊 分成三塊 一塊是我希望跟你談 在台灣做inclusive finance的可能性 然後第二塊的話是 我跟他 剛外那位先生跟他聊了很多之後 我發現其實在 光是在這邊 看能不能協助抓出 社創中心主軸的可能性 有沒有這個空間一起抓出主軸 那理由的話是 就是以我之前在孟加拉 或者是在日本政府 其他單位合作的方式 如果社創沒有抓一個主軸 一個問題導向的主軸出來的話 其實很容易流於 也不是說跌床家務 而是為什麼 那大家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可是因為剛剛聽起來好像 主軸目前始終沒有被拉出來 那看有沒有空間可以用民間 你們第一次是說像 inclusion sustainability太大了 對 是不是 你要 narrow it down 對 例如說 舉個例子 在孟加拉當時 2016年的時候 我們協助孟加拉政府做 這是我的副業 我協助孟加拉政府做一個東西 它的政策叫做 One farm one house 它其實是要增加 孟加拉人民對小兒信貸的認知 因為當大多數人是不識字的時候 它不會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因為抓出這個政策主軸的時候 我們再去找金融業做配合 然後NPO做配合 然後還有教育師也去做配合 它就可以去滿足我們需要 滿足這個題目 說我們需要去增加銀行的使用圖 或是我們第一階段要做什麼 因為這樣子一個主軸出來 接下來步驟才會規劃 可是最後達成的效果 還是一樣是所謂的主軸心 所以這是第二部分 我覺得可以聊天的過程 怎麼樣找一些很具體的一起做的題目 對 然後第三部分的話是 意外也是剛剛聊天聊出來 其實第二第三本來沒有一個定談 第三部分是講到 像他提到說 目前唐政委在全台灣要開始在推動 可能地方跟各方面資訊的數位轉型 那例如說像以前在做地方創生的時候 政府花錢爬出來了一個很長的list 可是這多數只有電話 根本連網頁都沒有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對 可是這一件事情 其實在1997年開始的時候 它是由日本民間開始做出來的 那這一部分的故事我覺得 如果可以拿來分享 是直接把當時日本做的方式 弄過來做 到現在為止都是適合的 所以今天就這三個部分 這個是遠在像有Ressus 什麼之前嗎 沒有 對 對沒錯 可是呢 他的做 那我們從第三部分開始講 沒有都可以 你都請教我 我認為一定要怎樣 對 當時他的做法是 1997年的時候是 EC剛起來 然後日本最大的EC是樂天 樂天他當時意識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上架戶數始終不足 對 而且日本他如果需要上架的SKU多的話 他必須要納入日本各種奇奇怪怪的地方入產 對 地方入場就是老人 對 所以他成立了一個樂天SKU是專門 透過日本東大福縣的協助去借各個學校教師 然後讓樂天的IT工程師下鄉去教老人如何用電腦 是 那 assumption就是你只要交回他 然後教他架的第一個EC頁面 他一定會在樂天上架 對 了解了 但是如果他是在地的學校 那個學校教育 比較旁邊的教授呢 或者是老師有進來嗎 有會 有嗎 那是類似我們學位置的中心這樣的一個編輯 對 是 而且最有趣的是 因為他是借學校的教師 所以學校可以賺到小小的外快之外 他一般是借高中教師 那在日本的偏鄉其實多數是到高中職就聘職升學 所以他其實也順便在幫老人留住人才 一個清明工程 對 對對對 所以這個IT School就連續做了大概快20年 那因為現在整個苦擊率太高 所以前幾年他才解編 就樂天才把這個IT School解編 不需要教老人怎麼上架 大家都會 對 可是我覺得整套know how 跟整套的做法非常非常適合拿來台灣使用一次 那因為剛好樂天在台灣也有 所以這部分如果有機會的話是可以前線 一起去做做看 這很有意思啊 對 對 第三部分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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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說你現在一定不是教老人上架到PC工 就是說你要教那個payload是什麼 對 可是他不見得是說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們今天是要用民間的方式去 那看民間他一定必須要有一個incentive給他 對 所以如果他是假設是樂天過來做 那可能他就是上架到樂天 那如果PC工還願意做的話 那當然就上架到PC工 但是你還是就是往EC方向嗎 對 可是至少他可以突破第一步 因為他其實當時後來有一個follow up 就當這些老人他把他家的漁貨 這是賣魚的 就是漁貨上到樂天EC之後 有趣的follow up 是當後來十年十五年前日本經濟部 開始要去做地方創生的時候 他們去哪邊找到所謂地方 其實是從樂天網頁上面去找到 我理解啊 當然啊 就跟現在很多地方創生是從本來的OTOP或社交的系統 對 對 所以 那所以 comprehend action是說 樂天已經對在台灣經營這個有興趣 這樣嗎 還沒 因為他必須要從 他必須要政府協助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跟政府官員聊天 對 所以 他需要政府協助 然後 他需要 一定要local 一定要政府support 他才有能力進到台灣的天下 是啊 對 所以這邊我反而會希望知道 所以就是說 這是你的一個idea 還是說樂天的某個營運者已經對這個 是有一個對什麼 這是我的idea 但是因為我自己是樂天出來的人 是 我理解 所以就是說抽象的來講 你覺得他很適合做這一套 具象的來講 你覺得樂天也會買牌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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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信心 對 OK 以我的理解 就是我們這邊的DOC 就是說一幾位專心 就是讓偏向的朋友們可以上網 他還是在 就是比較是社會發展的這個部分來做 也就是說他把它當作是 終身教育的一部分 那就包含媒體試圖 那現在是叫做媒體素養 就是說每個人可以做自己的live story 分享給 這個兒孫 或者像國家記憶庫 那個是在文實工作等於是 就是讓他們留住一些口述歷史 然後也確保說就是任何人知道這個地方 他的過去的時候 他有一些可能互動性比較高的體驗 可以教老人家怎麼一起創作等等 那所以對我來講就是說 目前整個DOC的計畫 都是社會性的價值比較多 他比較 就算是有一些EC的層面 也比較是練習用 就是說把他們那邊的一些名產啊 或者他們那些 就是想讓大家認識的一些概念 透過這些產品去傳達出去 但是還是以那個概念 就是那個故事吧 為主 對那所以如果現在要就是一下子 切換到 就是比較是分潤啊 等等我們在一個模式 就是你剛剛講說 參與的高中 可能也可以 就是多少賺年錢嘛等等 那這個會跟教育股目前的概念會差很多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我們要往 好比像說 推動在地特色的那個方向來做 可能就沒有辦法從深化數位的學習 或者社會的凝聚的那個角度來做 那這樣的話 推動在地特色是靠產品來推動特色的這件事 就是要到經濟部就大概不會是教育部 就是目前正在run的這件事情 但是原來是教育部主政 所以還是數位樂學嘛 還是教育部主政 所以教育部也不能完全不知道 但是這樣我聽起來它會是另外一條路 它最多只是piki bag到現有的 就是數位學習 數位樂學的場域 那但是等於那個content 必須抽換 如果真的要做這樣子一條路 我覺得對 因為如果我們站在 因為其實這我一定知道 就我們如果要達成任何 social impact 的話 它一定必須是長官學一起合作的 那如果它是產業 今天我們看中想要 想要take away的是產業的經驗 那產業這邊它最想要take away的一定 一定是其實在台灣在地的抓地力 因為這是它沒有一個外商或者是一個在台 就算是PC home base在台北的意思 它絕對沒有能力的 它必須要跟政府合作 所以我相信內容上是可以被調整 因為這一個其實內容怎麼樣子調整 並沒有跟它最後可以得到的東西去做衝 對 然後這個的社會利益是 社會利益其實對社會來說最大的利益 一個是透過整個跟社會的 就是透過整個這樣子跨界的溝通 大家會知道至少有 sense 說 我要怎麼樣子行銷我家的特色 或是我要怎麼樣子行銷我的在地產品 這是一塊 然後另外一塊 是它會開始至少會很初步的 它會有一個登錄到網路上面 網路世界中的足跡 這是很初步的一個東西 那至少外面的人可能就可以找得到它 那可是一般如果是透過辦教育的方式 對民眾來說 它也未必會有一個 incentive 過來採運 目前做法就是中小型店家 所謂轉型補助方案的做法 大概就是說政府會直接補助 你去引入好比像說特定的 就是社會轉型相關的服務 什麼剛剛其實你已經講到了一些 那電商的話也包含就是信用支付 或者是它如果是有一些線下的這個部分 它可能會要做一些人流技術 電子發票如果線上轉線下 可能有優惠券什麼收銀什麼之類之類 那等於就是經濟部這一邊就是跟公演員 他們所做的事情就是說去徵求台灣願意做這些的廠商 然後等於我們subsidize 一開始堅持 因為最難都是第一年的堅持的部分 subsidize 所以的費用 那就變成說你如果來參加這個培訓 來申請的話 那等於你第一年是risk free 你如果要用發現不好用 你也不用付什麼錢 那你可以之後再換vendor 再換vendor 那所以這是目前就是數位轉型補助方案 實際上執行的一個方法 我問一個很不禮貌的問題 沒有忘了 你覺得一個不太會用電腦的人 他會知道數位轉型補助方案長在哪裡嗎 當然就不太可能 但是現在是說用手機 所以就算他完全不會電腦的話 當然我們目前就是透過就是 經濟部商業室 現有的那些training的管道 然後去把那個圖卡 就是發到那個平台 那當然也不是說所有人都碰得到 這個當然是如此啊 而且這是一個比較新的方案 所以我剛剛並不是說他的end point已經達成 我是說我們目前如果我們剛剛已經說 可能不是教育部這邊 而是經濟部這邊的方案的話 那有哪些incentives可以去提供出來 那但是這還是建立在說 當然你講的並沒有錯 就是大家在第一線要知道有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是誰去帶領這個訊息 那好比像說大學的應階畢業生 也許也是一種類似embracer 就是數位青年大使嘛 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因為他至少用錢當中不會是問題吧 如果他是大學畢業生的話 那他在他自己的家鄉 或他比較care的這些地方 那你給他一些錢去讓他去穿腳 去給他一個愛家愛戶 拜會老人家 那這也許也是一個方案 那高中生我就不確定 那麼well equipped 那當然也許某些高中 他在校內的計畫就是做這個 當然沒有問題 對那但是台灣有一個比較麻煩的 就是你高中畢業其實還沒成年喔 那所以其實沒有辦法進入什麼契約關係 這不是我也很想把它修掉 不過這是another topic for another day 對所以就是說如果就是 不管是中間的這些大學應階畢業生 願意去擔任這個last mile的大使 那又或者是說中小職業處 或者是工業人經濟部這邊 有更多比較切合的補助方案 那我覺得如果外商要加入這個 已經成型的體系 他的阻力是比較小的 那如果你ambassador跟這個payload 跟last mile 你都得自己去拍 那的話並不容易 對那如果外商想加入這個體系的話 是怎麼樣子的一個切入點比較適合的 嗯好比像說像微軟跟amazon或google 他們切入的方法非常簡單 就是說你如果挑這邊的服務的提供商 他用他們所提供的運軟服務的話 那他們可能第一年根本不省錢或什麼之類的啦 大概就是搶聲音的這個做法 因為他的希望是說你在開發的時候 你已經運用他的生態權的這些工具 所以你很自然的之後 在開發你自己的服務 或是進一步做所有轉型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相信他的運軟體系 那這個我們當然是樂觀起承 我們並沒有覺得是有任何不好 那但是那是因為他們都是 還是在這方面來講做的是2B的生意 對就是說它是你已經成型的一個企業 那他導入一些AI研訪或什麼 運軟技術研訪來幫你節省運輸成本 那但是因為樂天以我的理解 並不是做這個生意 對 雖然Amazon其實兩個生意都做 對 Amazon是兩端都有的 所以他們比較aggressive 那如果樂天 以樂天的情況 或是 以樂天的情況 如果還要把這套怒號帶來台灣的話 那他的接觸 在台灣這邊接觸的點 可能會是怎樣子的單位 會是比較合適的 我剛剛有講 就是說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是主要去 不管是派青年 或者是在 我們領口的新唐人員區 或者是 其實南部也有 像沙倫等等的這些地方 去扶到在地的startup 能夠更走入就是民間 對 那這個是中小企業處 那如果是 數位轉型補助方案的話 那當然是商業司 那大概服務業相關的 會提到商業司 其他的是 提到中小企業處 這兩個是比較多的 那都是經濟部位三級單位 好 謝謝單位 我們努力去 研究他們 對 可以多研究 那另外就是 你剛剛也有講 另外一個就是 圖繪金融 那就是 Ninklus Finance 我給您看一個影片 之前 優努斯博士 在台灣的很多朋友 也很 很常來看這個題目 對 可是優努斯博士的做法 比較是現下的做法 然後就是我自己 在凱雅做 我們跟 外資達卡 還有跟聯合力化合作 就是 對 我跟聯合力化合作 有些人 沒有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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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的做法其實是 我們去跟肯亞的 這個 先說這個案子的 project leader 還有 designer 是我 然後 然後 我的做法是 我去找肯亞的央行 來做 support 然後我們用肯亞的 MPASA 嗯 那 然後 我再去找萬事達卡 還有 Unilever 所以其實我們 當時 我們要做的 其實是 去 破除掉 把原本銀行的 這一塊角色 給取代掉 讓銀行 跟萬事達卡 像是單保角色 我們用Unilever的 準效 data 來去 衡量 肯亞當地的 那種中小報攤 他們的收益 我了解了 我了解了 OK OK 經濟權 對 所以 我們用的 我們用的等於就是 給他多一點的存貨 他可以多買的存貨 嗯 可是這個系統 後來 到了 2011 這是2018年 Jaza Duca 對 你可以多看 這很有趣 我很驕傲 就是很厲害的工程 對 金融工程 不是 這個工程 大概2018年底 2019年初 我們正式上限 對 已經在肯亞 run 然後到了2019年 我做兩件事 一件事情是 我在Jaza Duca 的Base上面 開始去找拜爾 要償股 BASF來 我們找BASF過來 是在做股物保險 對 我們在做股物保險 POC 這個同樣的 可是呢 後來我自己真正 Connection 比較好的政府 是孟加拉政府 只是因為孟加拉政府 沒有MPESA的Foundation 所以做比較慢 那今年的2月開始 我們就在孟加拉 也要把Jaza Duca 這個方式複製過去 但是這裡面 我做了第三次之後 我看到一個有趣的地方 是它很 無論英鎊或澳辦 它都 我很想要 在我自己的國家做 一個是 其實 我們雖然 台灣是有 很好的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但是其實 我們每 在偏鄉 跟在原鄉 最基礎的金融知識 還有代款 有沒有辦法 帶到正確的地方 它是一個問號 然後有沒有辦法 在台灣推動 類似的概念 跟類似的做法 我覺得這是我很希望 跟鄭偉 討教還有 你的意思是說 Compare to 本來的像 標會 或儲蓄互助社 或等等 那些系統 我們能不能用別的方式去做 然後是 可是是建立在 Data的方式 例如說加拉通牌 我們用的是 聯合立法Data 對 其實我覺得這是可以做的 而且它其實最後 它可以擴展到說 穀物保險 甚至居住增益 甚至小型的保險 以往別人可能是沒有做過 因為我已經做到第三次 你跟當地 比如說農會 這些一起產業的關係 是怎麼來的 因為通常他們反對 你大概就沒辦法做 對 在肯亞 在肯亞的話 是因為政府很強的 support 孟加拉的話 是因為開個外掛出來 2012年我開始 我就在孟加拉辦一個 那個小型的NPO 然後那個NPO 我們就是在協助偏鄉的高中生 用台灣填壓式教育的方式 考上大學 然後2012年開始 對 這貓抖超有趣的 我去打卡市中心 找古校名師拍DVD 然後我再去孟加拉的那個 偏鄉租操場 然後大學校 然後就放DVD 然後逼大家看DVD 然後逼大家看DVD 結果我們第一年做 就創造出12個 打卡大學學生 可是那個偏鄉是孟加拉建國以來 從來沒有出過公立大學學生 所以我們第一年做就上班 結果到了 上孟加拉的包 到了2016年 副比士雜誌注意到我們 然後我們就有被媒體看待 所以 因此 在孟加拉當地 他在當地帶給我們的效應 就是我們有拿到一些錢 可以讓我們去做擴張 所以我們在當地 本來就有自己的抓地力 然後 當政府 當政府 我們跟政府提案 然後想要做這個時候 政府有再給我們推薦幾件商業銀行 其中我們合作的銀行叫做Bank Asia Bank Asia 他當時 他就是要convert 他就是要convert這種小型的爆攤 變成他的agent bank 所以我們的人 就跟Bank Asia是合作相輔相成 我們協助他做金融教育 對 然後 你 你是那個 唐組長嗎 你好 我們正在 會談 請繼續 對 然後 所以 這一個 我覺得真的就是看 在每個地方會有不同的做法 但我相信 這一個在台灣一定可以 讓金融 甚至是讓居住正義商品 它是一個回歸金融最本質的做法 可是我 大學畢業就離開台灣 所以我其實真的也不知道 也該怎麼在台灣做起 這是第一個 另外一個是 我越用聯合立法data 我越覺得 誰掌握得住 誰掌握得住這些 中小型的retailer 就等於是誰有辦法銷售更多東西啊 那為什麼我做的 所有idea是做的是 我是一個台灣人 那為什麼我沒有辦法把台灣的東西拿進去賣呢 那如果今天是台灣東西去賣 然後我們從頭到尾幫他建立data 然後讓他讓當地報談可以多賣台灣東西 這樣不是同樣的概念嗎 嗯 都會聽懂你的意思 對 然後這兩塊 可是因為我是完全不空買 你回台灣多賣 安倍鎖國以後 原來是這樣 安倍鎖國之前我帶孟加拉 然後我們的團隊裡面的其他人 因為歐洲那時候很嚴重 他們怕歐洲機場shut down 所以他們通通都要走 只剩下我跟一個香港人 然後我們兩個就想說 所以我們要繼續留下來嗎 結果我一看 結果接下來安倍就封關了 我想要繼續留下來 如果斷行有點糟糕 我買回去 是 OK 所以你那時候回來就是都還好 整個過程都OK 對 而且那時候孟加拉還蠻乾淨的 對 確實是 但是low risk 對 其實這個概念 我之前有碰過一個那個 Better than cash Alliance 就是一堆想要用行動支付 來推動去判的目標 應該是 也是一個 UNSDG相關的一個專案 應該是SDSN 就是跟Jeffrey Suggs 做那個Sustainable Network 所以我看到 但我不知道是台灣人設計出來的 所以這真的很厲害 我這個是真的 我很想在台灣做 但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在台灣當然 台灣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 光是金融方面的創新 因為我們有那個Sandbox 所以已經他們接到了無數的 就是Sandbox Innovation 的這個提案 那但是就是說 數位化這個所有人都在做 Traditional Bank 可以在做 所有人都在做 現在我們還有就是 故事體銀行 馬春網銀這個 拍照都發出去了 那但是呢 其實裡面真正做到 數位優化的 就已經比較有限 看這次的書本方案 不是有一個很容易貸款的一個方案嗎 那我們就看到說 有特定的 某一兩家銀行 它因為整個審批等等的 所以已經完全 就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完全AI幫助了 那所以它就可以消化掉 可能一家銀行 就可以消化到25卡的按鈕 那其他等於是 其他上這個幾十 可能上百個不同的單位去分 所以在數位優化這邊 每個Traditional Bank 它的能力已經就是有很大的差別 那但是還要有餘力再做到數位創新的 那就又更少 對 那所以就會變成說 當然按照Traditional Bank的這個速度 當然我們也有一些 像那個王道啊 新展啊 反正其實你大概可以看 就是加入三倍券 推出那個的速度 推出方案的速度 大概就可以衡量它 數位創新的速度 那對 那這些當然都有 可是裡面去願意說 那我們去很認真的思考 我們要怎麼樣子去把儲蓄物注射 或是把表會 或把這些東西的力量 帶進來的 也是有 但是他們比較 甚至他們自己的銀行裡面 也不是Main priority 對 那所以這是我想跟各國 都類似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雖然sandbox 放在這裡 但是這個形狀的application 一直都不多 比較多的都是optimization 好比那時候移工的揮堆 怎麼樣子寫生它的成本 那這種當然很多 KYC怎麼透過鮮賞做 這種很多 那最基本的數位化的 當然根本容不到沙克 對 可能我們這邊 您講 您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每間銀行 它的獲利模式不一樣 那通常要做到這個 就是不獲利 對 很吊詭 就是說它有能力做這個的 它的獲利大概不在這裡 那它很想要做這個的 它還沒有數位轉型完 對 對 所以這邊才會出現我這種人的角色 就是我這種人的角色 就是一開始我去提一個 最後應該大家應該是長怎樣 然後只要你願意做 我幫你把所有東西都進來 對 然後 可是 以往 它會回到我剛剛跟您提第三個 第二個議題 就是因為以往呢 我可以有這個空間做 是因為每一國當國政府 它有一個很明確的 政策issue還要解決 例如說 當時肯亞還要解決的issue是 普羅不識字 它要推動的是小兒信誕 對 因為那個無條件基本收入協會 常常在這邊辦活動 他們在台灣最大的一個困擾 就是說因為UBI在美國 解決不同的問題 它在美國都可以切一個東西說 好因為有UBI我們才能解這個 甚至現在連lockdown 都變成UBI可以解決的問題之一 對 那但是在台灣沒有 pressing problem 所以就變成說 UBI變成一個理念 那 但是大家願意這個學術上 對它感興趣 看研討會這都沒有問題 但它很難拼碰一個問題說 這個問題已經那麼嚴重了 以至於你需要做一個radical change 就是你要考慮UBI 對 那這個是真的台灣目前的狀態是這樣子 對 我覺得我們國家 我看我們國家 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 連一個東西都還可以活得下去 對 但是好像又都比是 大家睡不滿意 睡不滿意但是都還可以接受 對 而且我們也沒有lockdown 對 連lockdown的問題都不用解決 對 可是金融在特別是在金融的數位化這一塊 我覺得它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這是我理解的 對 還有一個就是對台灣 因為只要不輸位化 那外國人我們一直在推台灣矽谷 或是我們一直在推高等人才 甚至我們又在推南向 但是我們最基本回歸金融它流動性的特質 這些人究竟有沒有被服務到 其實沒有 不是這兩回事 對 這兩回事 可是因為他們不用 只要金融不輸 只要金融不輸位化 跟只要金融不專心 這些人 他最根本的需求 都是沒有辦法被解決 我完全同意 所以 可是 我又對於看到現在的 也不是說現在 就是我又看不太出來 有沒有政府上面有一個切入點 是政府要帶領的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COVID之後 當然 我們觀察到兩件事 一個是說 就是自主 包含能資源 糧食 醫療 口罩 等等的 就是那個 supply chain 變斷 的這件事情 以及 像現在台灣主要輸出的 在口罩方面 已經不是口罩 而是口罩一貫長的那個 那個 就是讓各國都能夠自己拿PP 去做口罩聯防護益等等 那這個確實它的 priority 比以前高很多 以前工具機國家隊啊 這種想法 大概都是在 small machinery那邊 比較不是在 就是非常基本的東西這邊 那後來就發現說 不對 這個這個 這個心腸太底下 基本的如果顧不到 馬上就亂 那亂了之後 infodemic 比pandemic還要嚴重 所以大家如果都panic by 那就是永無寧日啊這樣 那所以 我覺得這個 如果要講 national priority 而且是新的national priority的話 這個還真的是新的 因為去年 你如果問說 這個要強化這個 升級戰備產業 那當然這個是 又怎麼樣打仗 好像沒有啊 但是現在當然 一方面 因為有 escalating tension 很破落 那二方面 大家也提會到說 確實 有的時候 並不是他不給你 而是說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辦法工作了 所以到底要怎麼給你 他要deliver的東西 所以這個鏈的縮短 就變得很重要 那它的縮短就是 可能 它這裡面就有很多 Digital accountability work 要做 那所以那個鏈的 還有沒有要整形呢 auditability traceability 等等這些東西 那就是開始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只是說這個大概都是 audit accounting 這部分的事情 你要說完全不是financial 也有一點點financial的成分在裡面 但是它畢竟不是 就是傳統上面我們所說的 可能是以就是 就是核貸、收盤、放款、投資等等 為主的那種financial technology 所以這邊比較是 類似 due diligence 等等的這些 traceability work 對 那這個是新的 那其他 其他 我想一下還有什麼 新的priority 可能 可能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數位轉型 by itself 變成一個priority 對 因為大部分的客戶都沒有辦法做給自己 太晚了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在線上搬上站 在線上去blotch對方的可信的程度 那去談生意去像那個defi啊 smart contract啊 本來都是有些niche topic 那但是現在就果然變成 很多人很想花時間來想這件事情 因為傳統的那種面對面的那種 travel為主的就是partnership的做法 沒有那麼好做了 對 可是這個也不是剛剛講的 就是比較是 post-sectoral collaboration的那個形狀 這個還是在一個particle裡面的 的數位轉換 對 所以 我雖然講得很厲害 但是似乎沒有幫到你 你覺得 如果真的 我們現在就會在聊天 你會覺得 要怎麼 第一個覺得台灣需不需要這個 第二個是 你有做過carbon pricing 這種安心嗎 就是碳交易啊 碳交易啊 碳交易啊 就是 因為這個也是台灣 我覺得可能這幾年還是要面對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各項去發展目標裡面 就是 氣候變遷 Vegation 這件事情 就一直沒有一個非常好的經濟模型來做這個 那當然 嗯 台積電跟鋒電廠商 這個非常好 這個真是太棒了 但這是放在 比較是能源自給率啊 或者是 往能源的sustainability去走 那但是 一般型的 就是 碳足機的這件事情 目前都還是在 有一些小的部落坡 但是沒有什麼 部落坡交易市場 的這個情況 所以 我覺得零廢氣零碳排啦 零廢氣當然就喜歡設計嘛 嗯 那零碳排 裡面 我覺得零碳排 可能比較需要用到金融工程 嗯 那零廢氣 似乎看起來還好 對 就是產業本身可以去做 我研究一下碳交易 因為我從來沒有 好厲害啊 我從來沒有 把這兩件事情 想到一起過去 但碳交易確實是金融工程 對 對 它是 我研究一下碳交易 除了碳交易之外 有沒有其它 是可能可以切入的地方 對 因為我都在想那個梗啊 因為你在講 National Priority 那就必須要 大家都很有感的東西 對對對 那因為最近氣溫變這樣 所以忽然太大力了 你怕熱對不對 對 又又紅了起來 還有那個熱上海 什麼中暑啊 對 說服大家Behaviour change啊 做大樣子 多喝水啊 哈哈 這一棟當然是我史上經過 那個傻睡傻的最厲害的一棟剪輸 怎麼真的啊 所以這個是一個題目啦 那其他的 其實民生占位產業自給率 也不一定完全沒有金融工具在裡面 對 對 我剛剛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概念是透過數據監控去看放貸 那如果我們今天要反過來想說 工廠的剩餘產能 能不能公 能不能透明化 因為當時其實做口罩 也有很多他平常也不在做口罩 對 那如果他是 就是有辦法把它數位化監導 或者是透明化 然後租出去 就像Amazon租自己沒用到的電腦這樣 對 就是這個概念 對 就是這個概念 因為我們應該是全世界少數 還可以繼續開工的國家 嗯 對 那如果是生餘產能租出去的話 可是租出去是租給誰呢 就是這個 他的出海口是 運端交易啊 就例如說 可能他是長在美國 他不能開工 他不能開工 就客製化定制的這種概念 對 這個 這個ok啊 這個的話就比較像自策會做的事情 因為他們一起在幫 就是傳產 去做 不但是製造化 而且是 就不算他的工程 也是包含他的capacity 的 ecosystem building 這個 是一個不錯的題目 但這個困難是說 他比較 比較 就是說 就是你要一個一個 stakeholder 去談 這不是說 國家所有的工業 就是工業局 沒有他 立刻 因為我們徵用的話 他要有那個緊急急迫 什麼什麼的那個需求 那就是有一堆 idol的machiner 似乎沒有構成緊急急迫的需求 所以我們這個正當性非常有限 對 對 不是說防疫的那個酒精 所以你一言不合就可以徵用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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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嗎 我們只會 哈哈 要徵用這個玩具工廠才能這個burden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但是但是 it's a good thought 是值得往這個方向想 那 有沒有 我們國家在對於像原鄉 或是在對於偏鄉 或是在對於偏鄉 或是金融教育 這什麼 有 那是圓民會的工作 對 那圓民會 當然 另外一個 現在大家常常在想的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兩端 一端是完全free market 然後一端是state 就是要全部成員然後分配 對 那在這兩個中間還是有 好比像說 comments collectives co-op 其實credit union也是這個形式 那在圓鄉的話 圓民會有特別補助 就算有專門一個法 去輔導原住民族成立合作社 就是co-ops 那co-op裡面 因為2005年之後 有台灣co-op有修法 所以以前co-op只能做一件事情 所以你做consumer co-op 就是consumer production utility 等等就是專門做這件事 但是後來就放寬了 除了信用合作者 當然還是需要特訊之外 其他的部分 就都可以跨業來做 所以我們就看到說 所謂的platform cooperativism 就是大家用這種數位的方式去 大概都多少跟以太方 會扯上一點關係的去 ensure 就是常常你會聽到是用地方 在這個角度 什麼來源達無比 什麼比什麼比 那他後面實際上是類似一個co-op 就是一人一圈 而不是一無一圈的那個模式 那就是democratic governance 但是他也想要跟market去產生一些關係 所以我們其實花很多時間來協調 就是現有的互會 因為不認識co-op 而現在冒出了一大堆 從做長期照顧的 到做農業的 到做什麼co-op的時候 要怎麼樣去跟他們自己 就是現有的 本來都只有些股東 沒有些社員 然後本來都只有些資本額 本來只有些 就是company specific的東西 但是現在co-op也說 我主張我也是一個business 那所以他們到底要怎麼辦 的這件事 所以co-op也是一個可能性 如果特別如果你要做原鄉的environment 因為他們比較會同意這種 一人一圈 而不是一股一圈的這些方案 那而且他們現在正需要 build他們的national identity 因為我們已經是一個國家語言了 等於就是實際一個nation 所以任何 因為minting power 是sovereignty的一個體現 對 所以他們會很願意去做這種 就是類似他們內部經濟體 其實就是社區貨品 但是就是把它說的話 的這個動作 那這個倒是有蠻多族人在做 我從來不知道有這麼有趣的一題 對對對 這個很好玩 對 它就是commos 就是它的governance 比較像democratic state 但是它的market behavior 比較像覆蓋你的關係 嗯 我了解一下 然後如果有可以做的空間的話 對對對 這個蠻多人在做這個題目 今天謝謝 不會不會 這個很高興 因為疫情關係 我們有這麼有這個才能的朋友 在台灣 我覺得很 很 危害的關係 現在也卡在自己裏 我覺得當然也很舒服 可是就會一直覺得 那已經拿別的國家做了這麼多實驗 能不能回自己裏 絕對可以 絕對可以 真的 真的 我們這邊有很多 那個 上次那個 他們有個台灣goldcard.com 就是拿我們的就業金卡的 就是Digital Nomad 他在哪裡工作都一樣的 他選台灣 因為比較安全 食物比較好吃等等 那很多是可能 他本來朋友過期 他可能是第二代 或者是什麼之類 或者已經規劃別的國家 那像那個YouTube的Founder之類的 那但是他們還是願意來這邊 那當然因為現在特別安全 那但是他們來了這邊之後 他可能待了半年一年 拿了go-kart 他們就會特別advocate 就他們別的可能本來不想看的朋友啊 什麼之類的 都來台灣 然後都拿go-kart 因為他不需要一個employer 他可以只要proof說他是有台灣的 professional 就好 然後就有一個跟我說這個 他從來沒有fuse the country 他根本就是在國外長大了 本來也根本沒有國籍 突然間這個出現愛國青草 我們應該給他做case study 對 你愛國青草從哪裡長出來的 我覺得真的可以這個值得 做一下那個人類學 那個叫severity 做一下民族制 最後我想請問你就是 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我們可以跟你這邊合作的 很多啊 非常多啊 那舉例來說 有沒有什麼東西 你這邊 因為發現我應該 我覺得兩年內 我可能回不去我的草域 就要做現在這個爆發 是這樣 我們現在 好比像說總統被黑客送 這個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會不斷地浮到 就是每年就是對sdg有興趣的 去callseptoral的提案子 那那個案子 最後會有五個優勝團隊 總統會頒獎盃 那個獎盃 那個獎盃是個投影機 只要你打開就會投影出總統 頒獎盃給你的畫面 然後總統會答應說 你的做的事情 不管本來是不合規的啊 或者是本來 根本國家沒有想到這件事啊 因為by the virtue of 就是你這三個月 proof你的這個model 那我們會在十二個月一年 把它變成功能政策 所以我們的很多就是 governance innovation 其實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也許可以多了解一下 總統被黑客送 那因為每年都有 就是一個annual return 那我們明年也會希望 在國際的方面 辦得比較盛大 因為我們本來今年 就要辦得比較盛大 但是就是出國預算 我們現在都要想要怎麼 就是不要有執行率 根本就根本出不了過 然後我們要sponsor別人 飛過來其實 對他們也沒有那麼容易 對那所以現在就會變成 今年變成縣商 那所以我們等於postpone一年 去年是 跟馬來西亞 沃拉斯 有德國際組的就是 就是千兩名啦 那他們都是覺得說 他們提的這種open contracting 或等等這些 由我們的presidential 還不從來背書的話 他們跟World Bank也好 跟這個其他相關的組織也好 OECD那些談的時候 他們好像有平起平坐的感覺 因為類似台灣的這個 有給他一個stamp of legitimacy 所以我們明年確實也想說 可以再多跟不只open contracting 其他相關的 就是說sustainable 跟我們的朋友來合作 所以怎麼樣把這個reach out 到一個international community 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值得一起想的一個案子 這個會很有趣 這個我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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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對對對 你比較適合 對 那反正你先了解一下 總統Lay克松 我們現在這個contest 也才進行到一半 今年的 但已經有一些 很有意思的題目要出現 那我們用一個 新的voting method 叫quadratic voting 那我們未來也許也想把他 用成一種matching fund的做法 叫quadratic finance 就是QF 那這個也許也可以了解一下 好 對 那我了解一下 可以直接應用 對 那剛剛提的一些 不管是合作社相關的 或者是我們社創相關的 或之類 那其實st都有 就是深度參與 對 所以就是之後如果有什麼 就是事實性的問題 那的話也可以直接聯絡st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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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